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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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过去的小朋友会觉得说 以前的病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们接触这种病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说 就跟以前一样了 可能过阵子就好了 可是殊不知 现在我们倒有非常多的文明病 甚至外来的一些病情 可能导致现在我们时代 可能在地里可能会有 不同的病毒跟细菌进来 那我们都不晓得 那你得到这些病情 如果老人家还是有持续这些旧观念的话 其实是对于在医疗上 他们其实会非常缺乏 谢谢 今年的这个计划当中 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些健康促进的 营养的 卫生教育的 或者是医疗附件的这些资源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远距的平台 把它带到偏乡 把它带到离岛去 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社区里面 就可以远距的来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 那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 而且在偏乡里面的长辈民众 他不一定需要每天看医生 不一定需要每天做治疗 可是他可以每天做预防 每天做健康促进的活动 那当他时常的跟这些 线上的专家做互动的时候 他的健康意识也会提升 那这个时候 他也可以做到所谓的早期发现 早期下山去治疗 我们的心理会影响到身体 我发现我的长辈需要什么课程 我会马上提出来 我的长辈需要心理智商方面的课程 我的长辈需要口腔保健的课程 那我KEL这边都会及时的帮我安排 今天是应该他是做健康操 这个对我帮助很大的话 我就会很积极很遵守时间 赶快来上这个课 能够缩短时间 就能够吸收到我们所需要的医学方式 我们一起来社区的天气很好 对 所以天气很好 大家有关系来写运动一下 冰箱 冰箱 我在埔里看到的是 来自台北的医师 也宝贝宝贝的教者 我们的长辈们 一个礼拜一次 就会关心我们的长者 带我们的长者做运动啊 建筑各种的活动 可是同时他也会知道这个长者 上个礼拜你有跟我问过 你的状况有没有好一点 你在附近有没有持续做 你的药有没有持续的吃 或是各项的资讯 我觉得这种跨距离式的关心 跟照顾的陪伴 它可以解决很多 台湾的社区 因为城乡差距 而带来的健康不平等 跟资源的不平等 我们在拿东西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们从上面 要拿东西起来 然后你会带来 如果去旁边 在今年我们跟经济部工业局 的智慧城乡计划执行了 在大约半年的时间 全台湾一百个社区导入 这样子的远距的服务 进去做健康出境 那光是这半年的时间 就超过大概一千四百次的 线上咨询 然后还高达六百多次的课程 透过这个计划 我们把这样子的健康出境的 还长照的环境给翻转了 这个是这个计划最棒的地方 我们会朝向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进入Walkhead的时候 看到各式各样的专家 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专家 提供出来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影片 或者是专家在线上开设的课程 或者是我有进阶的问题 我还可以直接跟专家预约 一对一地做线上的咨询 当下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第二个家 La Vita La Vita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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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